民眾一輛貨櫃營車直行 準備行進路口時 突然一輛機車從慢車道 橫跨馬路準備左轉 營車反應不及猛力撞上 還一路衝撞到對向車道 才停下來 目擊民眾都嚇壞了 事發在屏東萬丹 車禍現場一片狼藉 被撞的機車卡在營車下方 車殼與零件噴飛散落滿地 警方趕到現場拉起封鎖線 受到重創的機車駕駛 當場已經失去了生命跡象 機車駕駛經現場救護人員 判斷無生命跡象 令貨車駕駛人不會受傷 九車子為零 另一起死亡車禍 發生在高雄岡山 家人趕到現場 跪在地上確認死者身份 車會現場機車横到路邊 物品散落滿地 被撞的機程車駕駛 親眼目睹恐怖瞬間 撞到我左後方 我聽到轟撞的時候 他已經撞了 我親眼看到他被撞一撞的 車子擰摸去 旅行男子騎乘機車 先是與前方的計程車 發生碰撞 跌到後又被後方的 直行飲飲車擋場碾過 肇事的飲飲車駕駛 不僅沒有停下來 還加速逃逸 警方感到現場時 機車駕駛已經回天法術 照後方的方男所駕駛的 飲飲車二次碰撞 導致救護人員到場時 女男已無生命跡象 目前警方已經調閱監視器 全力追查逃逸駕駛下落 記者張春華 王永廷高雄屏東採訪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 中市的UQ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